3月26日早上,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,成为中国首个国际化的期货品种。 中石化总裁戴沪良对此表示支持,他称中国是全球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之一。 原油期货为中国境内的原油投资者提供了交易的平台和品种,也为石油化工企业提供了一种保值避险的手段。 中石化拥有国内最大的原油贸易业务,会积极参与到本土的石油交易当中去。 现在刚刚开始,我们相信它会走得越来越稳,走得越来越好。 当天,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启行2017年度业绩发布会。 中石化全年营业额2.3万亿人民币,同比大幅增加约22%。 纯利润达512亿元,增加约10%。 中石化总裁戴侯良表示,公司将业务从以原油为主转向生产更多的天然气,以支持国家推动的使用清洁能源的号召。 2017年天然气产量同比增加19%,这是因为中石化积极推进内蒙古航景期,川西东坡产能建设,重庆福林页岩气田百亿方产能也已全面建成。 而全年石油产量下降3.3%,预计2018年石油产量将连续第四年减少。